第1611集 我死了 赤童在今天亲眼目睹到了自己的死亡 可能是为了让他死得更快 造化仙子一剑抽出时还附带了强大的吸引力 出血量超大 血流一地呀 此时赤童的魂魄就这样默默地浮在自己肉身的上方 亲眼看着自己死去 这就是死亡的感觉 赤童的魂魄轻声道 那刺入胸膛一剑的痛苦 还清晰地在他的脑海中回荡 回味无穷 和在先生幻境中经历的死亡完全不同 果然死亡这种事情还是需要自己亲身体验 才能真正地明白他的可怕和恐惧 以及隐藏在恐怖之下那让人无法抑制的余裕 造化仙子 你怎么一剑捅了是捅了 宋书航急了 他现在是元神状态 身上没有复活金币 现在黑龙世界又屏蔽了他的核心世界 他也无法通过核心世界来中转 没有复活法器 赤童死了就真的完蛋了 造化仙子歪过脑袋 但是不是他自己要求死的吗 但我身上没有复活法器 赤童死了就真的死了呀 宋书航苦笑 造化仙子性格弊状态的思维方式 和他之间有千万年的代沟 这代沟太大了 有种无法沟通之感 对啊 我死了就真的死了 我没有先生那种复活的办法 赤童惊声道 片刻后 先生 你能帮我写张遗嘱吗 赤童的声音有些颤抖 到了这一刻 他仿佛才有点后怕起来 先生所说的死亡的绝望 现在才笼罩上他的心头 果然是因为我太笨了 所以反射神经也比较慢吗 赤童心中暗道 终于知道死亡的可怕之处了吗 造化仙子道 只要一想到我死了 再也无法见到父母 再也无法见到黑童哥哥 再也无法活着吃赤童 我心中就产生了恐惧还有绝望 不过 这种绝望和恐惧 真是美妙 赤童回道 造化仙子换了个角度 继续歪着脑袋 我无法理解你的思维 果然我和你之间有代沟 是的 超级大的代沟 至少有几千万年之身的 宋书航叹了口气 他已经感应到 远处赤童的父母 还有龙穴部落的法师 正在飞速赶来 这下子真是闯祸了 书航逍遥 女人的年龄 是绝对不能提起的禁区 造化仙子转过头来 对宋书航道 再提起年龄的话 我会忍不住捅你一件 宋书航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没提起啊 这话题太跳跃了好吗 隐隐晦地提起了 和我年龄有关的词 女人对这点总是非常敏感的 特别是像我这样 年龄稍微有点大 却还没能嫁出去的女人 对年龄更是敏感 造化仙子认真道 宋书航沉默下来 果然 代沟太大了 我根本不知道要如何接造化仙子的话题呀 造化仙子又转头望向赤童的魂魄 好了 既然你已经体验到死亡的感觉 那么满足了吗 满足了呢 赤童魂魄连连点头 只是 人生还有好多的遗憾 没有完成 稍稍有点不甘 这些遗憾留至未来 你自己慢慢地去完成吧 造化仙子轻轻一拍手 他身上的裙子泛起白色光芒 裙子延伸开来 化为一套华丽的洁白礼服 就像是祭天时那种庄重的礼服 书航小友 站到天罡镇的镇眼中 赤肖线道友 请游走在天罡镇的周围 我接下来 要施展一个巨型阵法 造化仙子道 宋书航疑惑地望着他 这少年只是普通人 连一品注击都没有达到 就算是死了 只要时间不是太长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方法 可以将他救回来 造化仙子轻声道 起死回生一个普通人 和复活一位修炼者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让一个普通人起死回生 付出的代价并不用太大 甚至很多远古门派的秘制金丹 都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那种号称 只要有一口气在 就能救活的仙丹 在远古时代更是不计其数 赤童听到这里时 瞪大了眼睛 原来我还能救活过来 就像是老师一样 如果能活过来的话 就太好了 毕竟他还有好多的遗憾 没有完成 而且活过来后 未来才有机会再去尝一尝死亡的余月 原来仙子有复活的手段 宋书航松了口气 可是他又发现一个问题 仙子 天罡真的阵眼在哪 造化仙子 瞪大了眼睛 这都不知道 那啥 我没学过天罡阵 宋书航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 造化仙子语带迟疑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的境界是 八合五品境界 没毛病啊 宋书航回答 造化仙子怒了 五品境界的你 连个天罡阵都没学过 你是怎么修炼的 你老师都不知道 你这些方面的基础知识吗 天底下竟然有这么不负责的老师 太令人生气了 其实我是散修 所以没老师啊 宋书航甘笑出声 另外 我只修炼了快六个月 这句话宋书航没有讲出了 造化仙子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天罡阵都不懂的话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度过一次次天节 近生境界的 算了 我知道你占位置吧 一会儿我在地上画个圈 你占好就是 造化仙子的语气有些无力 宋书航松了口气 啊 早这样不就简单了吗 你怎么说也是堂堂五品灵魂 一些基础知识 麻烦你还是抽空去学一学呀 造化仙子叹了口气 宋书航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我尽量啊 其实主要是最近要学的东西比较多 远古语言 天使雷法之引雷法 基础幻术 基础阵法知识等等 造化仙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我是不是耳术出了问题 除了远古语言外 这家伙学的东西全都带基础的资料 一边的吃消剑前辈浮在空中 一言不无发 造化仙子 快结束这个扎心的话题吧 再问下去 你就要被狠狠地扎心了 造化仙子没有继续问下去 因为时间紧迫 他伸手一点 在天罡镇的正点位置点出一个光圈 你站到这个光圈中不要走动 我去买几个橘子 宋书航飞快地接口 由于最近经常被阿锦分成仙子和造化仙子抢台词 他今天几乎本能地想要怒抢一回台词 造化仙子满脸迷茫 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对话 我和现代小青年线的代沟 这有这么大 时间有限 总之别动 赤肖剑倒有 下面到你了 这个复活普通人的法术 还是越快越有效果 造化仙子到 没问题 赤肖剑爽快答应下来 然后就开始沿着天罡镇的轨迹游走起来 造化仙子开始用远古语言念起长长的咒文 随着他的咒文 有一个个儒家文字漂浮出来 在他身边旋转着 华丽的白裙加光芒四射的儒家符文将造化仙子衬托得更加美丽 这时天罡镇中的赤童尸体发出了一串叫声 然后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伸手捂着自己的胸口 这种痛苦啊 同时作用在身体和灵魂上 简直是双倍的感受啊 宋书航不禁赞叹出声 哇 造化仙子 你的法术好厉害啊 法术才刚开始施展 赤童就活过来了 不愧是儒家的法术 不仅美心 而且效果逆天呢 哎 可惜了 我和儒家有缘无分啊 造化仙子的手指僵在空中 正抵在一枚儒家符文上 他的法术才开了个头 根本没有生效 也就是说 赤童的复活和他无关 他的目光紧紧盯在赤童的身上 双眼中有金色的光芒闪烁 神识锁定赤童 观察他身体的每一点变化 少年捂着胸口 血早已流尽 但是此时他身上有新的生机涌现出来 灌满他的尸体 伤口开始恢复 那原本的剑伤上 有生机化为丝线 将伤口缝合 同时赤童被剑刺透的心脏 也开始恢复起来 这简直像是不死之身呢 心脏恢复之后 就重新开始有力地跳动起来 每一次想有力地跳动 就会有全新的血液凭空诞生 被心脏送到赤童身体的各个部位 他惨白的脸色开始恢复红润 他的肤色也发生了变化 从原本的黑色皮肤 向白色转变 所以他的脸色才会有 惨白到红润地转变 随着血液的不断诞生 他冰凉的身体也重新恢复了温度 还有他的头发 开始不断地生长起来 转眼间就从短发 长到了腿弯的位置 那黑色的头发又长又密 就像是披风一样 垂挂在赤童身后 除了五官还是原本的赤童 此时的他 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了一样 宋书航不经出声叫道 云雀子前辈 有那么一刹那 赤童给他的感觉就像是云雀子一样 准确来说 应该是死掉之后 开始复生时的那个黑发的云雀子前辈 那时候的云雀子也是这样 一头的蓝发化为黑发 赤童和云雀子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第1612集 赤童和玄女们云雀子前辈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两者复活的模式太相似了 要说两者见没关系的话 宋书航的脚趾都不会相信 造化仙子后退了一小步 提示一下 我的法术还没有开始施展 它的复活和我无关 莫非赤童身上也隐藏着不朽之骨吗 宋书航猜测 但是赤童的身上并没有不朽的气息 宋书航毕竟数次接触过和不朽有关的事物 云雀子前辈那块被胖球强借走的不朽之骨 白前辈那次激活的伪不朽模式 以及它的烟雾模式都和不朽有关 宋书航原神再次向前一步来到赤童的身边 伸手按在他身上施展鉴定秘法 赤童新九岁 龙血族和人类的混血儿 账号重新注册成功 隐藏天赋激活 天赋冷却时间十年 宋书航只觉无语 山后重建真的是同死复活 另外赤童激活的是隐藏天赋 不是不朽之骨 先生 活着的感觉真好 托飞入欧的赤童脑袋蹭了蹭 宋书航的手掌 嬉嬉笑了 死亡让人恐惧和绝望 而复活的瞬间 让我感觉到了希望和美妙 我或许更喜欢这复活时的感觉 此时的赤童 已经不再是那个黑黑瘦瘦的少年 现在的他肌肤如雪 就像是刚拨开壳的熟鸡蛋 他黑色的长发一直垂挂到腿弯 这样长的头发 在处理拉撒问题上肯定很让人头痛 修士界一直有个传闻 据说研究出壁骨术的大佬 就是一位长发及腰的女前辈 而且白化后的赤童 身体看起来也不再那么瘦弱 果然是白显胖黑显瘦 正思索间 远处传来了脚步声 赤童的父母 以及龙穴部落的高手已经接近 宋书航微微一笑 拍了拍赤童 从今天起 你将是全新的赤童了 赤童一脸懵逼 宋书航的目光快速在周围扫尸了一圈 随后从一旁的桌子上掰下一圈铜皮 他的原神在灵力的加持下 双手揉搓起来 转眼间 铜皮被宋书航揉成了一枚铜环 宋书航意念一动 霸宋圣印浮现在他手中 圣印随着宋书航的心意 缩成合适大小 他抓着圣印在铜环上盖下了遗印 随后他将这枚铜环递给赤童 带着他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嗯 好的先生 赤童认真地接过铜环 将他戴在手上 先生 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 黑童哥哥所去的县市 要怎么去啊 等你筑计完成吧 宋书航微微一笑 远处赤童的父亲 黑童十二世的身影已经出现 飞快地向赤童所在的位置奔来 宋书航 赤肖剑 造化仙子的身影同时消失不见 原神状态的他们 只要不想被人看到 普通人就看不到他们 赤童 黑童十二世看到自己的儿子时 下巴都快要掉下来了 我那黑黑瘦瘦的傻儿子 怎么变得白白嫩嫩的了 这头发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一地的鲜血是怎么回事 要不是龙血族那种 天生的血脉相连感应还在 没有变化 他都要怀疑自己的傻儿子 是不是被人掉包了 爸爸 从今天起 我就是全新的赤童了 赤童对着父亲竖起了拇指 先生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虽然他还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但听起来很酷 难道是血脉觉醒吗 黑童十二世眼睛一亮 自己的傻儿子可是珍贵的混血儿 但一直以来笨得让人心痛 而现在 说不定自己的儿子已经觉醒了 所以整个人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宋书航和造化仙子 赤肖剑前辈 扶在空中 没有马上离开 此时 宋书航的小丹田中 功德钻球上的金丹构图 曾经于远古绝唱的圣人之音 开始发烫 一阵阵的构图灵感 感悟 不断地涌上心头 那是画龙点睛最后一笔的灵感 金丹上 圣人空洞的右眼一闪一闪的 仿佛在诱惑着宋书航去为他点睛 我呸 以前我想要点你的右眼时 你还和我玩神躲避 现在又想诱惑我为你点睛了 你要点就点 要不点就不点 我都没面子呀 宋书航心中暗道 虽然是这么想着 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将意识投入到金丹构图空间中 来到功德金钻面前 画龙点睛一笔的灵感 有时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若是错过了 说不定就要用好几年 甚至几百年的时间 去继续寻找契机 这个时候 不适合自己金丹构图怄气的时候 曾经与远古绝唱的圣人之音构图 一如以往的祥和 圣人高作讲法 下方诸天万切所有的智慧生物都前来听法 有教无类 知识面前人人平等 宋书航轻轻抬手 点向圣人的右眼 话说 圣人的右眼有什么功效 宋书航在点睛的时候 心中好奇起来 既然圣人的左眼是怀孕凝视 那右眼会不会和他一样 有配套的铜术 这一次 图中的圣人没有再躲避 他的右眼被成功点上 功德金钻同样化为琉璃金丹 宋书航本体的实力再次全面提升了一个档次 圣人的右眼中并没有法术 只是隐约有一道虚幻的身影 在瞳孔中若隐若现 那身影拥有蓝色的长发 又长又厚 他戴着一顶白色的小帽子 只露出一个侧影 犹如寒冰世界的蓝色花朵 哦 所以说 男人有时候真的要脸皮厚 才能讨到媳妇 宋书航突然道 你看 圣人当时修为盖世 天道之下他为尊 吊打诸天万界 无人不服 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承认他是最有资格继任下一任天道的人 以圣人当时的地位和实力 真要在诸天万界将云雀子找出来 并不是难事 但他就亏在脸皮太薄 拉不下脸去找云雀子 认为自己不是云雀子要找的那个人 最终选择了放弃 第一 天地添加你为狐朋狗友 附加消息 宋书航你讲得太对了 脸皮不厚的话怎么讨媳妇 第一 1613集 宋书航感应到这条好友提示时 整个人都被吓了一跳 他受惊吓的程度 仅次于上回的胖球添加你为好友的提示 天地是宋书航心目中最不想遇上的敌人 排名前三的存在 宋书航完全不想和对方扯上关系 避之不及啊 如果对方能和他相望于江湖市最好的选项 但现在天地却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强加好友 而且 狐朋狗友是什么类型的好友啊 表面兄弟 有福同享 有难捅我一刀的那种吗 这样的好友加起来有什么意义 还不如不要啊 拉黑拉黑拉黑 永世不见 但他悲哀地发现 他的二维码金单构图还很不完善 很多功能都不集权 比如加好友这选项 就没有移入黑名单的功能 暂时来看也没有删除好友的功能 这些功能都等待着他自己去慢慢开发 叮 天地向你远程传递十秒钟功力 功力传递过程中消耗为九成 请注意查收 这下宋书航更懵了 这又是什么骚操作 加了好友后 似乎就和相互间盖了圣印一样 会具备远程传攻的功能 之前改名为胖球的龙落意志 就这么干过 不过 想要传送功力 对传送方的实力有要求 至少宋书航现在就没发现 传递功力的选项 宋书航怀疑 说不定要达到 长生者大佬这个层次 才能通过好友功能 来进行功力传送 叮 天地再次向你传递十秒功力 这一次 宋书航发现 后面多了个附加消息 哈喽 终于找到能说话的方法了 宋前辈你的钢铁花生很有意思呀 透过这个钢铁花生 我发现了你的那张二维码金单构图 相当的有新意 脑洞大开 为了加年好友 我研究了老半天 最后 我将状态调整到了时光网络中 才顺利地加上你 宋书航觉得自己又长姿势了 继龙落 功德网络 英国网络后 连时光网络也出现了 这么多家的网络 是要抢生意吗 不知为何 宋书航忽然想起了 现实中的电信 联通 移动 铁通 多家网络抢生意的画面 叮 天地再次向你传递十秒钟功力 提示音再次响起 宋书航直接去看附加消息 透过你的钢铁化身 有时候信号好的话 我还能收到一些和你有关的场景片段 就跟看电影一样 很有意思 可惜都是片段 信号时有时无 很多剧情都要自己脑补 本来我还准备研究完太阳船后 将钢铁化身还给你 但现在 我后悔了 这个钢铁化身 永远是我的了 宋书航抬头望天 信号塞 心里苦 但是说不出来 叮 天地又一次向你传递十秒功力 宋书航动作机械地点开了附加消息 最后 等我读完节 我们约个时间见个面 因为某些原因 我这边准备重建天庭 待朕均临天下 许你一世繁华 上回朕说过 要封你为霸妃 君无戏言 朕定不负你 所以 你手中的天庭碎片 也是时候还给朕了吧 看到这里 宋书航在心中连连哀叹 讲了半天 原来你是看上我手中的天庭碎片了 还有 求您赴了我吧 我不会怪您的 您的爱太深沉了 俺承受不起呀 第一 这时 又一个熟悉的家好友提示声响起 灵蝶岛与柔子添加你为前辈 宋书航精神一阵 转而去看附加消息 宋前辈 我刚才突然心中一动 就成功将你嫁为好友了 我真是太机智了 另外 宋前辈 我今天一早睡醒时 发现自己已经凝聚第九根仙谷 接下来要进入今生无品的准备了 好在黄山前辈前几天 来听跌倒做客 现在 黄山前辈正在协助我 不知度无品天节的阵法 和度节准备 黄山妈妈真是太好了 她是我最孙境的前辈之一 另外 我终于快要赶上你现在的境界了 宋前辈 你考等等我 别将我一下子剖开太远的境界呀 宋书航嘴角露出笑意 宇柔子还是这么活泼 想要赶上我的境界 你可要加快速度才行 宋书航温柔微笑 可惜 二维码金单构图还没有聊天功能 他无法回复宇柔子 身为二维码构图的主人 他却连传送功力的功能也没找到 更无法使用天地流言的方式 回复宇柔子 宇柔子刚才能突然加上自己好友 应该是天地的原因 毕竟天地占据着宇柔子的灵鬼 而宇柔子和灵鬼又是一体的 宋书航的意识 从金单构图状态中退出 一会儿回去后 连接到功德网络 给阿十六也发个二维码截图试试 阿十六身后的白龙姐姐 也是类似功德之光的存在 或许她也有办法连接到功德网络中 再加我为好友呢 宋书航暗暗思索起来 正思索间 赤枭剑的声音响起 书航 点睛完成了 嗯 水到渠成 宋书航点头 接下来只剩下最后的 避水格点睛图了 这张点睛图 我有把握将它完成 你在点睛的过程中 发生了什么事了 我怎么感觉不时地有功力 从极远之处 传递到你的身上 虽然很微弱 但功力的品质非常高啊 赤枭剑又担心地问道 宋书航抬头望天 哎 是天地 你又怼他了 赤枭剑抓狂了 宋 爱好怼大佬 书航 一秒不怼大佬就浑身难受 抓紧人身的每一分每一秒去怼大佬 连修饰人生最重要的画龙点睛阶段 都不忘远程怼大佬一波 没呢 这次我没怼他 宋书航露出便秘般的神色 但我反而希望他怼我 狠狠怼 赤枭暗暗叹气 唉 这玩意是没救了 等死吧 我还是回去找阿景芬成仙子吧 天空中 宋书航又低头望了眼赤童 有圣印童还在 可以当一个坐标加印记 先回去 我要继续闭关 争取将碧水歌点睛完成 算算时间 两位白仙们也差不多快要回来了 到时候 带他们来见一见赤童 宋书航道 赤龙洞 宋书航原神回归分身中 最后的碧水歌构图 点睛的契机 我要不要先回一趟现实呢 宋书航开始筹划起来 回现实后 他可以连接核心世界 向楚歌主求助 或者联系九优世界的楚歌主兔 寻找契机 嗲的一声 成林仙子通过好友推荐功能 将你推荐给他的好友楚歌主兔 宋书航目瞪口呆 凭什么成林姐姐的操作功能 特别多呢 紧接着 宋书航又收到一条信息 楚歌主兔添加你为盟友 并备注 库湖欠我一个人头 凭什么连楚歌主兔的操作功能都比我多 连备注好友的功能都有 而我身为二维码禁单构图的主人却一无所有 什么缺陷都没有 我真的是这个二维码禁单构图的主人吗 宋书航陷入了自我怀疑中 另外 主歌主兔的被注名 让宋书航心中有点慌 我不是已经还了一个脑袋给主歌主兔了吗 为什么我还见他一个脑袋 莫非 他还在亏去我的脑袋 还有一点 楚歌主兔的分组 和黑龙世界那位改名为胖球的龙落意志一样 都列入了盟友的分组中 这分组到底是按什么规律来的呢 叮 楚歌主兔向你传送0.0001秒的功力 请注意查收 随着提示音响起 宋书航只感觉到身体中 多了一股纯净 可直接吸收的灵力 楚歌主兔是完整形态的长生者境界 所以他一次不敢传送过多的功力过来 怕撑到宋书航 看到楚歌主兔开始传送能量时 宋书航就猜到他要干什么了 果然 楚歌主兔和天地一样 拥有着传宫家附带流言的功能 果然如他所想 下一刻 楚歌主兔又向他传送了一次功力 并附带流言 君尚安好否 宋书航反复琢磨了几遍这个流言 这流言的风格太诡异了吧 楚歌主兔这是怎么了 难道在九幽世界的时候脑子被九幽邪能侵蚀了吗 叮 楚歌主兔又向宋书航传送了一点功力 并附上流言 上一条消息你给我无视 宋书航不明所以暗暗皱眉 叮 楚歌主兔再次流言 我从他那得到消息了 你是要点上最后一枚金灯构图的画龙点睛对吧 那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叮 楚歌主兔继续流言 问题很简单 说那一年 碧水阁被毁灭的那一天 你在现场 你愿意出手救下碧水阁吗 宋书航抬头望天 楚前辈 我和你们不同啊 我没有远程传送功力的选项 我无法向你们这样流言啊 你们一个个功能都比我多 我也很绝望啊 正思索间 第一 楚歌主兔向你发送传功请求 请求你远程传送功力协助他 是或否 竟然还有这样的骚操作啊 宋书航再次抬头望天 这个动作有助于活动下自己的脖子 建议长时间坐在电脑前的道友们 每天多做做这个动作 他一念一动 伸手选择了是的选项 然后他传送了一秒的功力回去 并附带一句留言 愿意 没有多说什么无意义的废话 他感觉楚歌主兔要的 也就是这样两个字的肯定回答 这两个字已经充满了他最真挚的态度 叮的一声 楚歌主兔传送功力 敷衍 从感觉你一点诚意都没有 恢复得这么短 感觉你在敷衍我 宋书航一脸懵逼 姐 我的姐 我发现自己真的完全无法琢磨你们几位的内心呢 看样子 是时候展现我惊人的作文功力了 我怎么说也是考试作文满分的选手吗 宋书航暗暗咬牙 带我写一篇八百字 声泪俱下 沁人肺腑的华丽文章出来 展现一下我的诚意 叮 这时 楚歌主兔再次传送功力 赴言 不过这两个字也就够了 你可别忘记自己的答案 宋书航正在想这个留言的意思 并感觉身边传来一阵空间波动 一个巴掌大的空间通道出现在宋书航的身边 是楚歌主兔直接开启的空间通道 他又过来 助我点接 正当宋书航思索之时 空间通道突然发出一阵咔嚓咔嚓声 下一刻 在黑龙世界的特殊法则之下 楚歌主兔打开的空间通道被强行关闭 崩碎 黑龙世界与现实隔绝 就算是长生者投放过来的空间通道 也会被黑龙世界认为是偷渡行为 直接崩命 空间通道崩碎了 楚歌主兔没有过来 仅有一滴水滴状的宝石 从空间通道中掉了出来 落在宋书航的身边 这难道就是楚歌主兔送过来 助我点睛的宝物吗 宋书航捡起这枚宝石 赤霄剑前辈横在宋书航的膝盖上 懒洋洋的出声 你又怼了哪位大佬啊 宋书航刚才闭关的时候 赤霄剑感应到又有长生者的气息不实的闪现 这次是楚歌主兔 宋书航一边回答 一边捡起了宝石 我感觉他还窥去着我的脑袋 以后见到他时 我得小心点 赤霄剑暗暗吐槽 你这家伙 就不能老老实实地闭关一段时间吗 真正意义上的闭关 宋书航捡起宝石后 左看右看 也看不出这颗宝石有什么特殊之处 楚歌主兔送你的宝石 赤霄剑问道 宋书航点头 啊 应该和我最后一颗小金丹点睛有关 是我点睛的契机才对 不过 这宝石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赤霄剑渐渐微挑 我看不出来啊 糟化仙子你怎么看 糟化仙子眨了眨眼睛 宋 阿奔 好吧 糟化仙子又恢复日常人格 别指望他能帮上什么忙 果然 还是得鉴定密法登场才行 宋书航摘去自己手上的手套 进入烟雾模式 伸手按在宝石上 这是一颗由浓郁感情汇聚而成的宝石 代表着极度的悲伤 物是人非 事事休 欲语泪先流 宋书航心中疑惑 今天鉴定密法也程序出错了吗 来自于宋木头的一滴眼泪 是他人生一百滴眼泪中比较特殊的八滴眼泪之一 他一生中有九十二滴眼泪是被人打哭后流下的 唯有这八滴眼泪是因为自身情绪原因而流下的泪水 弥足珍贵 这滴珍贵眼泪最终被宋木头送给了楚阁主为礼物 宋书航恍然大悟 哦 难怪我怎么觉得今天的鉴定密法有点问题 原来问题出在被鉴定的东西上了 第1615集 宋木头的眼泪 而且是他人生中仅有的八颗因为自身情绪而流下的泪珠 宋书航举起这宝石放在眼前观察着 啊 真妙啊 宋书航突然感叹 怎么了 赤枭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小时候听说过 美人鱼的眼泪掉下来能成为珍珠 我就一直在想 要是真有美人鱼 那光是靠流眼泪就能换来不少钱 靠眼泪为生 而宋木头的眼泪竟然能化为宝石 这也能卖不少钱吧 宋书航又控制不住地发散思维了 赤枭沉默下来 他真想一箭砍开宋书航的脑壳 看看他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连接的 另外 看到鉴定密法中提到的 宋木头曾经被人打哭过92次之多 我心里就特别舒畅 即使已经不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 但看一次心里就舒畅一次 宋书航又补充道 你和宋木头有仇吗 赤枭剑回道 宋书航摇头 没有 不过因为他的原因 我被好几位远古大佬揍过 所以特别喜欢听到他被大佬揍哭的消息 他举着这枚宝石 左看右看 这枚宋木头的眼泪 应该就是我点睛的奇迹了 不过要怎么用它呢 宋书航思索起来 鉴定密法中也没有提示要怎么激活这枚眼泪宝石 宋书航猜测起来 难道要将它吞下去吗 自从他学了三十三首先天仪器功后 配合着鲸吞树 连灵兽精都能当灵石啃下去 导致宋书航看到这些宝石状的东西 总会浮想起将它们啃掉的念头 赤枭剑渐渐上跳 轻轻触碰泪珠宝石 你不怕消化不良吗 有鲸吞树呢 而且基本不成问题 不过一想到这是宋木头的眼泪 我就不太想吃了 宋书航主动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要不将它捏碎 不行不行 这是楚歌煮兔的东西 人家是将东西借给自己的 如果毁掉了 说不定会被楚歌煮兔追杀的 看样子只有再来鉴定一发 看看有没有其他线索了 宋书航再次伸手 按在泪珠宝石上 鉴定 这次我需要 如何使用这枚眼泪宝石的线索 随着宋书航的意念 鉴定密法被再次激活 烟雾状态的身体鲜血喷出 一波波的剧痛涌上心灵 成功了 真的还有更多的线索 第一 您好 您本月使用 暗夜时环的次数已达到极限 请下个月继续使用 获颈充值 获得更多的使用次数 这一刻 宋书航感觉到了 来自于鉴定密法 深深的恶意 他收起烟雾模式 带回手套 重新捏着眼泪宝石 研究起来 不能捏碎 不能吞下去 那要怎么办呢 宋书航想了想后 心中产生一个想法 他决定往这个眼泪宝石中输一点灵力进去 标准的修饰思维 无论是什么宝物 要是捏不准效果的话 那输点灵力进去试试准没错 灵力就是这么万能的东西 于是宋书航捏着眼泪宝石 运转33寿先天仪气功 度了一缕灵力进去 眼泪宝石如同海绵一样 吸收了宋书航的灵力 还有精神力 随后有一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悲伤 涌上了宋书航的心头 宋书航鼻子一酸 眼泪不由自主地掉落下来 啪哒 啪哒 泪珠不断地掉落 落在赤销剑的剑身上 你又怎么了 赤销剑前辈莫名其妙 痘大的泪珠落在他身上 很难受的好吗 好悲伤啊 突然间好想哭 感觉就像是我的泪点 被人狠狠戳重了 就是想哭 宋书航的泪水 像断了线的珍珠 不断地掉落 说着说着 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嚎啕大哭的那一种 声音中充满着悲伤 造化仙子转过头来 莫名其妙地望着宋书航 片刻后 他试着伸出手来 拍了拍宋书航的脑袋 宋书航哭得更大声了 别拍 悲伤中的人往往就是这样 有时候遇上有人安慰他时 就会哭得更伤心 造化仙子越是拍着宋书航 他就哭得越伤心 泪水爆发 完全止不住 宋书航哭得连话都说不完整 造化仙子闻言 小手微微顿了顿 片刻后 他忍不住又伸手摸了摸宋书航的脑袋 宋不哭不哭 在安慰宋书航的同时 他脸上却是一副愉悦的表情 他越是安慰 宋书航就会哭得更伤心 他就越开心 然后就换着法子开始安慰宋书航 不拍的话就换抚摸 赤霄剑的整个剑身都颤抖起了 一个大男人哭成这样子 他感觉自己有点受不了 他抽剑而起 准备离开宋书航 避免被宋书航的泪水打湿剑身 赤霄剑前辈别走 别走 宋书航一边痛哭着 一边伸手牢牢抓住赤霄剑前辈 顺手就是一发仰刀术 赤霄剑前辈沉默了半晌后 才再次发声 十发仰刀术 然后你把头转到一边去 别将眼泪掉在我身上 万一生锈了怎么办 赤霄剑前辈 您怎么可能会生锈吗 宋书航一边继续哭着 一边将头转向另一边 同时又顺手给赤霄剑前辈 来了一发仰刀术 赤霄剑前辈心满意足 继续横在宋书航的膝盖上 这次 宋书航的脸正好面向白前辈分身 白前辈分身本来睡得可香了 结果硬是被宋书航的大哭声吵醒 他痛苦地睁开眼睛望向宋书航 然后他就看到宋书航哭得稀里哗啦 赤霄剑前辈一脸愉悦笑容 伸手安慰着宋书航 赤霄剑前辈在宋书航膝盖上 享受着一发又一发仰刀术的画面 白前辈被分身立刻清醒了几分 这是什么诡异的画面 我今天睁开眼睛的姿势不对吗 白 白前辈 你醒了 宋书航的 白前辈分身眨了眨眼睛 是我在做噩梦吗 噩梦的话 只要闭着眼睛 换个梦境就好 于是白前辈分身重新闭上了眼睛 白前辈 有没有办法 让我停下来 宋书航向万能的白前辈求助 白前辈分身叹了口气 真是没办法 你这样哭下去 我根本没法睡觉啊 他将被单一甩扔到黑色斜脸上 然后他轻轻一跃落到宋书航的身边 先跟我说说发生什么事了 白前辈分身道 宋书航抽气着 将刚才发生的事和白前辈讲述了一遍 白前辈分身接过宋书航手中的眼泪宝石 同样试着往其中输入一丝灵力 眼泪宝石微微泛亮 不过没有任何的效果 白前辈又将宝石还给宋书航 宋书航哭得更伤心了 看样子 是你和这颗眼泪宝石产生了共鸣 这颗宝石是他主人极度悲伤时落下的眼泪 你和他共鸣后 就等于体验到了眼泪主人哭泣时的那种心情 体验到他的悲伤 白前辈分身猜测这原因 宋书航哭泣着询问 那怎么破呀 一般来说 哭一会儿共鸣结束也就好了 或者 你的意识再进一步和这颗宝石共鸣 彻底理解他主人的悲伤后 说不定能早点结束这种悲伤 白前辈继续分析 造化仙子伸手轻轻替宋书航擦眼泪 别哭 乖 宋书航顿时哭得更伤心了 大哭的时候还不忘记给赤霄剑前辈来一发养刀术 白前辈分身感觉 这三个家伙都没救了 我试试 宋书航开始收敛自己的精神力 让自己的神识配合宝石 碧水哥被人毁了 我却没能及时过去 他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却不在 一个又一个的念头 从泪一珠所化的宝石中传递出来 涌上了宋书航的心头 和悲伤在一起的 还有一种滔天的恨意 这是宋木头一生中仅有的数次悲痛大哭 是他得知了碧水哥被摧毁消息后 所爆发出来的痛苦情绪 越是像他这种嘻嘻啊哈 爱好作死 看似没心没肺的家伙 真情流露时 情绪就会像爆炸一般 无法抵挡 假如 若是给他一个机会 哪怕是亿万里的距离 他爬也要爬到碧水阁 阻挡碧水阁的灾难 随着这一阵悲伤之意共享过来时 宋书航心中瞬间涌上无数的灵感 这些都是和点睛一笔有关的顿悟 宋书航的意识 本能地出现在金单构图 无限的碧水阁之前 他伸手点在了最后一点上 这一个点真正化为无限的概念 这一点中就蕴含着无限 无数 无论放大多少倍 这一点中的碧水阁 都会无限循环下去 没有尽头 点睛之笔落下 金单化为琉璃金单 闪耀起琉璃色的光芒 而随着这颗金单点睛完成 宋书航的七颗小金单 全部点化为琉璃金单 七颗小金单 一颗接一颗地明亮起来 连接到了一起 彼此间开始共鸣起来 宋书航的意识 从金单构图空间中退出 不知不觉间 他已停止了哭泣 泪已干 只在脸上留下泪痕 把我的悲伤留给你 希望你能喜欢 拜 宋义 第1616集 从眼泪宝石中 传递出来的最后一道信息 瞬间就将宋书航心中的 那丝感动给碾压得粉碎 原本宋书航还沉浸在 送木头为碧水阁破灭的那种悲伤中 无法自拔 甚至心中涌上了许许多多的想法 比如 获得足够强大的力量 绝对不能让自己心中真实的东西受到伤害 比如 绝对不要让自己的人生中 留下类似碧水阁的遗憾之类的感悟 比如 还有很多一闪而过 还没有来得及具现化的念头 结果 这种感动和念头 还没停留一秒的时间 就粉碎成渣了 如果未来有机会能遇上宋木头 宋书航一定要送他一群羊驼 让万只羊驼 在宋木头眼前日夜狂奔 造化仙子歪着脑袋望着他 宋 不哭啦 谢谢仙子 谢谢白仙辈 悲伤的感觉终于停下了 宋书航抹了抹脸上的泪痕 造化仙子遗憾地缩回自己的小手 你的七颗小金丹都已经流离花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了吧 白仙辈分身出生的 宋书航也是时候刻画本命金丹的构图了 嗯 宋书航点头 时间方面应该还来得及 接下来我可以使用两到三天的时间 先将境界巩固一下 下一步就是金丹构图了 结合天庭构图加九州一号群 加自己珍重的前辈和道友 将所有的一切融合起来 就是他接下来要画的金丹构图内容 巩固境界后 他会再用数天的时间细细构思金丹构图的细节 然后争取一口气将金丹构图完成 就像当年入梦天地时 天地金丹构图一样一气呵成 过了今天还剩22天 赤销剑前被提醒 没问题我感觉完全来得及 宋淑航道 有七颗小金丹构图的经验 加入梦天地时金丹构图的经历 本命金丹的构图妥妥的 他这可不是在插旗 这是自信 赤销剑横在宋淑航的膝盖上 好好闭关 别再愣了 嗯 必须的 宋淑航点头 随后 赤销洞又恢复了之前的模样 宋淑航盘腿而坐 赤销剑横在他膝盖上 造化仙子背靠着他而坐 白仙妹分身重新找了个舒服的睡姿 进入梦乡 今天的赤销洞中 也是一片和谐 夜色降临 龙血分部落老族长又从赤销洞前逛过 没办法 他太闲了 这几天除了招待一下昆娜女士 偶尔开个法术讨论会之外 龙血分部落的杂事都不用他插手 老族长感觉自己有点像个吉祥物 摆设在龙血分部落中 或许 我是时候要考虑退休了 老族长心中暗道 虽然他退不退休似乎都没什么差别 从赤销洞前逛过 他感应到里面宋舒航 白先生 造化女士的气息都还在 精神力都很旺盛后 这才放心地逛了回去 舒航先生的修炼体系还真是了不起 好几天不用吃饭不用拉撒 都能坚持得住啊 老族长心中敬佩 他还以为自己有机会抓到舒航先生无聊 偷偷跑出来找吃的或是出来玩的机会 现在看来 舒航先生他真的可以闭关不吃不喝一个月 甚至一年 此日 黑龙世界的天空微微亮起 可惜人们期待的小太阳依旧没有现身 或许以后都不会再现身了 赤龙洞中 宋舒航的七颗小金丹之间 共鸣的频率不断地在调整 他们似乎是在寻找一个彼此间都适合的共鸣频率 到这一刻 七颗小金丹的共鸣频率终于稳定下来 随后七颗小丹开始发声 圣诚永不陷落 第一小金丹向宋舒航传递这么一个声音 在小金丹上有一条因果之线延伸开了 因果线的尽头是白前辈本体 宋舒航再次见到了因果线 不过和上次不同 这次他只能看到从小金丹上延伸出去的因果之线 圣剑中焉世界 七彩妖丹随后发声 他身上同样有一条因果之线刺入虚空 和白前辈兔相连 圣人 有教无类 功德钻求上 那位圣人张嘴出生 随后同样有一条因果之线诞生 这条因果之线伸长开了 仿佛要扎入虚空 但扎到一半的时候 这条因果之线却断掉了 宋舒航暗暗猜测起来 断掉的因果线 代表着因果线的另一端那位凉了吗 难道这条因果线原本要连接的 是儒家的圣人 断掉的因果线随风飘扬 没有尽头 剩下无限诅咒 第四枚小金丹血魔核心 发出沉重的声音 带着无尽的悲伤之意 以及滔天恨意 这种悲与恨 正好与之前送木头那颗眼泪中的感情相 契合 同样 在血魔核心的无限避水格构图上 有因果之线伸展开了 这条因果线同样有些诡异 它延伸到一半的时候 分叉了 分叉开来的因果线 一半穿透虚空 连接着楚歌主兔 另一半倒卷回来 刺入宋舒航的身边 连接着宋舒航核心世界中的楚歌主 圣核毁灭之星 机械核心反应炉上 同样有声音响起 这个声音直接就是 宋舒航的钢铁化身 霸霸号的声音 随后 金单构图四格漫画 创造和毁灭之星上 同样有因果线延伸开了 核心反应炉的因果线是豆豆 还是那位金发机械金属少女呢 又或者是那位神秘的星国公主 宋舒航心中暗道 正这么想着的时候 一条半黑半金的因果线伸出 这条因果线看上去 就像是螺旋缠绕的两条线组合 宋舒航心中突然涌上一种不妙预感 黑色的因果代表着敌人 金色代表着是道友 半黑半金的话 表面捧哟 底下会捅我一刀的那种 然后 这条因果线连上了天地 这是宋舒航最不想要的结果 难道就因为小太阳 在天地的手中被研究 因果线就连到他身上了 这因果线的连接原理 到底是什么呀 正当宋舒航思索之的时候 连上天地的因果线 又发生了变化 因果线穿过了天地后 又延伸开了 扎入到虚空中 但虚空另一段到底是谁 宋舒航却完全无法感应到 会是星国公主吗 第1617集 宋舒航试图集中精神力 去探索那因果线尽头的到底是谁 但他一无所获 天地牢牢地挡在他的面前 所有的探索都止步于天地身上 随后随时宋舒航有意识地探索 天地那边似乎产生了感应 宋舒航连忙掐断了继续探索的念头 天地是现在的他惹不起的对象 惹不起所以只能怂 圣祭诸天万界 这时那枚古神写金丹上有声音响起 骑上的二维码金丹构图闪烁不断 从它上面有许多的因果线延伸出去 数量正好对应着宋舒航如今加了的好友数量 宋舒航暗自琢磨 诸天万界 这台词难道是真要走将诸天万界 所有人都加为我好友的路子 出门靠朋友 诸天万界都是我朋友 然后横行天下 前几枚小金丹的因果线 大多是一条延伸出去 最多是分个差 或是串成一线 而二维码金丹的因果线 直接冒出了一大堆 这些灵散的因果线刚钻出宋舒航的身体 要扩散开来的时候 徐鸿庄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小手 突然将它们一把抓住 所有灵散的因果线被强制搓成一条 宋舒航本能地屏息注视 这又是什么诡异的变化 好几条因果线被搓成一条粗绳后 竟自向一个方向钻去 最终在一处幽暗的世界中 因果线连接上了目标 在那里 有一位身穿宽松道袍 双手撑着下巴 盘膝座的女官被因果线扎中 诶 谁戳我 这位女官马上坐直了身体 摆出威严的模样 但不知为何 她头顶的道官却歪歪扭扭地倾斜下来 虽然看不清她的模样 但宋舒航已经猜出她的身份 那位一直坚称自己已经凉了的成林仙子 这次看你怎么狡辩 死了都不让人安息吗 成林仙子低头盯着自己身上的因果之线 一把将她抓住 她能看到因果之线 而且还能接触她 成林仙子抓着因果线用力一扔 走你 宋舒航目瞪口呆 这令人无法呼吸的操作 仙子你在干啥呢 你这是将我们之间的羁绊给扔掉了吗 要有劲是不是 正当宋舒航思索之际 那条粗大的因果绳像蛇一样扭动起来 循着另一个方向飞去 因果之绳刺入虚空 半晌后 她从虚空中刺出 再度扎入到另一位大佬的身上 在那虚空中 有一根巨大的柱子 柱子上有一条巨大的真笼缠绕着 就像浮雕一样卷着柱子 不过和普通真笼不同 它只有一只脚 是斑文龙兔 谁说我 斑文龙兔的反应和成林仙子一模一样 半晌后 他低头望向自己身上的因果之绳 哦 是你啊 长得不够美形的宋舒航小友 斑文龙兔道 宋舒航无奈地撇了撇嘴 原来我在斑文龙大佬的印象中 就是长得不够美形吗 找到我家成林了没有 告诉他有空就早点回家 别一直在外面浪着 斑文龙兔继续道 宋舒航更绝无可奈何 其实因果绳子就是你家的成林仙子扔到你身上来的 他根本就没想过回家 另外他还说自己已经死了 他不是一直处于死了的状态吗 下次见到他 让他回来找我 真的有事挺急的 斑文龙兔说罢 画面就暗淡下了 成林仙子一直处于死了的状态 终于 第七颗小金丹霸龙明亮起来 圣龙龙落召唤 古幽龙破上的金丹构图被连接的世界明亮起来 功德网络通过古幽龙破仿佛和龙落进行连接 七颗小金丹的台词整整齐齐令人愉悦 那么 这个古幽龙破上的因果线 又会连接到谁身上呢 宋舒航心中有些好奇 是吃瓜前辈 或是功德网络的创始人 又或者 是龙落 答案是最后一个 一条金色的因果线延伸开来后 连接到了昆娜女士身上 但昆娜女士并不是终点 和之前天地身上的感觉一样 因果线透过了昆娜女士 延伸到了她身后代表的那一位身上 在无数的龙落节点区域 一位龙童的黑皮昆娜女士 静静待在龙落节点中 因果之线和龙童昆娜连接 龙落意志提示 我不是龙童昆娜 叫我胖球 宋舒航一时无语 心中涌上了无数的情绪 七颗小金丹 包括了白前辈 白前辈兔 感觉已经凉了的儒家圣人 楚歌主家 楚歌主兔 天地家未知人物 成灵和班纹龙兔 名为胖球的龙落意志 这几乎将宋舒航认识的 金大腿全部拉上了 除了以上几位外 宋舒航认识的长生者 静界好友 就只剩下北方大帝 白龙姐姐 赤霄子前辈 对了 还有云雀子前辈 也可以算半个 七颗琉璃金丹的变化结束 他们彼此间 依旧保持着一定频率的共鸣 但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变化 宋舒航保持着打坐的姿势 进入内饰状态 牢牢地盯着自己的七颗小金丹 他还在期待着 七颗小金丹会不会演变出 带主画图的功能 代替他将本命金丹的构图 给画出来呢 但盯了十来分钟后 宋舒航放弃了 小金丹根本没有这个功能 及其七颗小金丹后 也不能召唤神龙 宋舒航微微睁开眼睛 赤肖剑立刻注意到他的动作 又怎么了 琉璃金丹议变结束了 我本来还期待着 他们有更进一步的议变 结果什么都没有 宋舒航又问道 赤肖剑前辈 这次我闭关了多久 现在是你闭关第九天的中午 勉强算是闭关了一天一夜 赤肖剑道 啊 才这么点时间 我还以为自己闭关很长时间了 宋舒航抓了抓头 不过对我来说 也算是闭关比较长的时间 一整天呢 赤肖剑暗暗吐槽 一天一夜根本不叫闭关 这只是很普通的日常修炼 你对闭关这两个字到底是怎么理解的 哎 还有二十一天 宋舒航伸了个懒腰 继续调整状态 然后 明天我就开始 金丹 又怎么了 赤肖剑问道 啊 我的五金六天节 好像要来了 宋舒航欲哭无泪 但问题是 我的金丹构图还没开始画呀 第1618集 虽然说 小金丹也是金丹 小金丹化为琉璃金丹后 理论上就步入到了准备杜结的模式 但本命金丹上还是一片空白 他杜结之后本命金丹要怎么办呢 他还要不要进化了 没有金丹构图的他 就无法在杜结后化为灵狐 那到时候宋舒航的境界 要算极品呢 更重要的是 万一本命金丹到时候 还能再次金丹构图的话 等他进化为琉璃金丹后 宋舒航再次杜结 要度极品天结呢 收敛齐希 先压住体内灵力波动 尽量拖一拖天结 赤肖剑前辈给他建议 最好还是等你的本命金丹 也化为琉璃金丹后再杜结 这怎么拖呀 宋舒航询问 赤肖剑前辈想了想 传宫吧 你之前不是收了那个赤童为弟子吗 一会儿传他点功力 其实传宫并不可怕 特别是一品竞技的时候 是最适合传宫的阶段 反正度二品也没天节 传宫安全可靠 一口气可以将他撑到二品 只要未来注意引导他的道心 他就不会有倒机不稳的烦恼 最终我还是要走上 宋天涯子书航的不归路吗 身后 赤肖仙子轻轻拍了拍 宋舒航 宋不哭 我没哭呢 仙子 宋舒航微笑摇头 为什么总感觉 造谷仙子也在期盼着我哭的模样啊 空中 白仙辈分身揉了揉眼睛 醒了过来 他看到宋舒航的状态后 翻身而下 伸手点在宋舒航身上 将他体内蠢蠢欲动的灵力 镇压下来 我就睡了一小会儿 你就要渡劫了 白仙辈分身 雨带苦呢 白仙辈 除了点意外 我的本命清单还没有完成构图呢 宋舒航的脸整个垮了下来 白仙辈分身叹了口气 唉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先联系一下昆娜女士吧 宋舒航想了想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是想先将本体 从八进九的天节中拉出来 小阴烛还在那个天节空间中 还有仓鼠号 两者在度节空间中 待得越久就越危险 而且自己的本体在天节空间中 也影响吃瓜圣君度节 所以趁现在 先将本体和小阴烛 仓鼠号拉出来再说 五进六的天节 宋舒航是毫无畏惧 只要不变异 呸呸呸呸 大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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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仙辈保佑 所以是时候出关了 宋舒航突然感叹 前后算起来 我也闭关九天了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记录 赤霄见前辈的健身 不由自主地证明起来 突然有种想飞出去 扎到宋舒航腰子上的冲动 叮 你的盟友昆娜女士已下线 叮 你的盟友胖球已上线 滴滴 你的盟友胖球 向你传送两秒的力量 请注意查收 这回宋舒航直接去看复言 舒航先生 你那边的波动 是要进入五进六的天节了吗 宋舒航抬头望天 是啊 但是他没有回复的选项 无法回复龙同昆娜 这时 名为胖球的龙洛意志 又向宋舒航传送了一点力量 傅言 我马上过来 请开启一下 你闭关之处的防御阵法 片刻后 龙同昆娜女士 已经来到赤龙洞之外 白鲜被分身打开防御结界 将她放了进来 龙同昆娜女士进屋后 白鲜被分身 一扫之前懒洋洋的模样 有些好奇地打量着对方 眼中充满了兴趣 龙同昆娜女士道 舒航先生 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效果将你的本体和分身 替换出来不 需要怎么操作 你的本体如今还在那个 八进九的天节世界中 维持着金属巨人模式 接下来 我会给你一部分的隆络权限 通过这权限为中转 你分身和本体的意识 能保持同步 到时候 你自己的本体和要带出 天节世界的人都准备好 再接着 你的分身可以进入杜结模式 在杜结模式开始的瞬间 我会将你的本体 从八进九天节世界中拉出来 再将你的分身塞回去 机会只有那么一顺 请好好配合我 宋舒航点了点头 嗯 我明白了 反正总结一下 就是分身又要日常扛锅了 在本体 小阴烛 仓鼠号被拉出 天节世界的瞬间 分身会被塞回到天节世界 到时候 分身就可以英勇就义了 龙洛的权限 连影响天节世界的事情 都能做到吗 白线被分身好奇出生 龙童坤娜女士认真地回复 一定程度上 身后响起 第1619集 宋舒航猛地转过头来 便看到了美美的白前辈 正面带微笑 从空间通道中穿出 哇 吃瓜仙辈 这次我真的要离开了 鸳鸯火锅天节的另一边 吃瓜圣君编织出庞大的功德网络 很轻松地扛住了一波又一波的九品天节 只要不是便意天节 正常的八进九天节 对吃瓜圣君而言 没有太大的难度 听到宋舒航的道别后 吃瓜圣君有点担心地开口 八宋小友 这次不会再出错吧 其实我感觉 现在已经适应了天节的强度 只要咬牙撑一下 应该可以扛住双倍的天节威力 要不你还是别折腾了 留下来陪着我 你扛不住的时候 我过去将你的天节也扛下来 吃瓜圣君感觉 八宋小友特别会折腾 两人身为好友 他有点担心八宋小友折腾过头 将小命赔上 还是稳中求胜比较好 我必须要出去了 栽不出去反而会更麻烦 我的分身已经在外面 引下了五金六的天节 如果我不换出去的话 一会分身被塞入到天节世界后 恐怕会直接增强我们现在的天节威力 另外 仓鼠号和小阴烛 都有点撑不住了 宋树行的 仓鼠号现在还在他的胃里 他只能一直保持着烟雾化模式 防止仓鼠号被天节的威力灼伤 另一边 小阴烛的状态有些古怪 他一直没有苏醒 维持着冬眠状态 如今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虽然有33兽组合法器所化的毁灭巨人保护 但还是会有一丝丝九品天节的气息渗透进来 这些渗透进来的气息会给四品境界的他造成伤害 那 祝你顺利 吃瓜圣君道 他真诚地祝福霸宋小友 愿他不要再出意外 吃瓜前辈 我们九百八十五天后见 宋树行说话间 透过龙洛的权限 他本体 加仓鼠号 加小阴烛 加33兽组合法器 加功德舍美人 全部被一层无形力量笼罩 来了 来了 这次感觉对了 宋树行的脸上露出笑意 随后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像被拉面条一样的拉长 被从八进九的天节世界中拉了出去 而作为替代 他的分身被同时拉了进来 本体和分身都像面条一样被拉长 然后 两者在八进九天节空间和黑龙世界的交汇处擦肩而过 辛苦了 分身 擦肩而过的时候 宋树行默默地给分身传递了一个念头 由于天节世界的分隔 宋树行的本体和分身间无法维持着感官共享的感觉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倒有点像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个体 而同一时间里 分身也向他传递了一个念头 啊 本体 不好啦 白前辈和我一起被拉进来了 宋树行的本体被瞬间惊出一头冷汗 白前辈 本体连忙大叫起来 那啥 我被拉进来了 我们 回头见 白前辈的意念传递过来 下一刻 宋树行和分身完成了交替 两者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又片刻后 宋树行的本体驾驶着毁灭巨人挤出空间 出现在黑龙世界中 轰的一下 毁灭巨人落地 身体微蹲 双手垂挂 不妙 白前辈被卷入到拔进九天节中去了 宋树行大叫 赤肖剑剑柄威点 嗯 我们都看到了 造化仙子上前两步 宋 不哭 先别管我的本体 可能是他自己的潜意识中 也想去八禁九的天节中逛逛 你先注意自己的天节 别翻船了 白前辈分身道 白前辈的分身好淡定 总感觉 白前辈分身都自带坑本体的属性啊 轰隆隆的 一阵闷雷响起 天空中 五禁六的节云笼罩 天节的威力不断的提升 因为杜节的对象有三位 宋树行 仓鼠号 李阴竹 宋树行先将仓鼠号从自己的烟雾身躯中掏出 然后恢复原状 只有我们三人的话 天节的威力最多撑到七瓶左右 能扛得过去的 宋树行自信满满 他可是在八禁九天节中都死成了快十五天的男人 虽然说是借了外力开挂 仓鼠号抖了抖身体 哎 可惜了我主的计划 白前辈兔一直想要将仓鼠号直接搞到摩羯空间中去 让他在四禁五时凝聚摩阴 现在看来这计划要泡汤了 这个时候就别管什么计划了 宋树行抬头望向天节 先将这破节度过再说 总算是从该死的八禁九天节空间中出来 宋树行感觉整个人仿佛重生了一样 龙同昆娜女士轻声道 来了 轰隆声 天空中雷声大嘴 一道九品天节的力量被牵引出来 那道九品天节的力量 从天节世界中引出后 直接和宋树行头顶的五禁六天节 容为能量截止 龙同昆娜发出一声惩赫 随着她的命令 一刹那间 整个龙落的力量停顿下来 处于静止状态 如此一来 那个黑洞区域就无法得到龙落力量的加持 轰的一声 强化天节掌心雷爆炸开了 直接将黑洞区域的遮盖爆开 宋树行通过龙落权限终于看清了黑洞区域内的情况 在那里 同样是一个龙落节点 构造和昆娜女士的龙落中心节点基本相仿 在这个黑洞节点中 树立着一根又一根的魔神柱 每一根魔神柱上都雕刻着不同的魔神之像 他们插在龙落节点中 正疯狂地汲取着龙落的力量 这魔神柱好生眼熟啊 宋树行眉头微正 思索之际 他伸手轻轻摸了摸自己的左眼 对了 这是上回儒家圣人之眼带我 看古幽大佬们插眼时看到的画面 其中似乎就有一位魔门长生者大佬 在古幽插过眼 记得那位魔门大佬 是争夺天道之位失败之后 逃断到这个古幽世界的可怕存在 争夺天道失败后还能活下来 这魔门长生者的实力 在长生者中也是属于顶尖的存在 这龙落节点中的魔神柱 正是那位魔门长生者大佬的柱子 也就是说 我现在正相信着昆娜女士 然后配合着她正面应对这位魔门大佬 宋书航越想越心惊 哦 我果然是 宋 一天部队大佬我就浑身难受 部队不舒服司机 书航 有时候 不要钱的东西也不能随便写 很可能人家不要钱却要命啊 今天 宋书航又总结出了一条人生经验 而就在她忙着总结人生经验的时间里 龙童昆娜女士已经一连抽取了九次八进九天节之力 将她和宋书航的五进六天节之力融合 形成超强化天节掌心雷 再将她们不断地扔到魔门长生者大佬所在的龙落节点中 不知为何宋书航想起了小时候还很熊的自己和同伴们用鞭炮炸鱼的画面 就是这个味道 只要不断地将掌心雷扔到魔门长生者大佬的节点 扔进去炸了就是 意外的感觉 有点带感 宋书航心中暗道 一连三十多个强化掌心雷扔进去 轰隆隆的爆炸声不绝于耳 魔门大佬的龙落节点位置 魔神柱被炸断了大半 一片混乱 这就是明灵